李茂贞出场开始,其实力就是我们最热议的话题,尤其是在李茂贞一掌把女帝打伤后,但毕竟之前李茂贞也只是出手了一次,其真正实力还没浮出水面。 但在最新的32集中,李茂贞一人单挑主角团,霸气无比,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析一下李茂贞真正的实力。 首先这一战中,侯亲已经完全沦为吉祥物,只空了一手半吊子的骨,看来血气路折断后,对他的实力影响还是挺大的。 而汉拔也只是在前期放了两朵花,最后才补得到,全城输最多的还是李星云、张子凡和武叔三人。 李孙的金铲骨算是本场获胜的关键,所以齐王算是一人打一个小天位,两个中天位和一个大天位。 但过了那么长时间,李星云他们的实力应该也有所进步,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是主角团案,个个都有主角光环的加成。 喝了酒的李大白,用出五雷天心诀的张子凡再加上李星云,这样的组合一般的大天位都接不住。 但李孟真呢,一手拿着龙拳宝盒,双手负一身后,不管是攻击,还是比速度,或是拼内力,那都是全城碾压,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 而且在评价万毒窟的时候,只一句小小的万毒窟,完全是不放在眼里。 虽然最后奇差一招,没有料到陆林轩身上有金蝉,但李孟真也藏着一个大招,没想到隐身骨的功效是能让人复活。 虽然李孟真为此肯定付出了代价,但这也非常逆偏啊,实际上揣着一个复活奖,谁受得了? 这样的战绩不说鬼王了,就是目前出场人物中,最接近不良帅的李可用也得被吊打。 所以目前来看,实力上,李孟真是大帅之下第一人,而战绩上,李孟真是妥妥的第一人。 超过了不良帅,一见让女帝堂弟,玩虐主角团又大闹了幻音坊。